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位猜对的观众赠送红翔集团国权酒夜提供的国权李宇礼盒一套 每对牵手成功并且走进婚姻殿堂的嘉宾 也将获得红翔集团国权酒夜提供的国权李宇礼盒两套 感谢珍珍的大力支持 珍珍荔枝三十载传承经典荔枝味荔枝还是珍珍好 感谢中东品味女人的大力支持 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四位小伙子 各有特点 有一位小伙子说了 上节目找对象这事啊 真是挺丢脸的 觉得有点磕碎 小伙子 第二个小伙子说了 上节目找对象这事啊 太磨叽了 谁啊 我为什么还磨叽 就像那个台阳盲畅的时候 我看到视频我都得会进去 第三个小伙子说了 上节目呀 就是因为找对象再也不能用那些歪门邪道了 说我的嘛 别提了已经 等一会上节目你们写得好好听听 老狗邪了 哥们你先说一呗 第四个小伙子说了 上节目呀 就想找一个会喝点小酒的狗粮 来哥 他是不是水 不是我 那喝多少啊 一顿十瓶八瓶的 那都不是事 找对象出家能喝点 那更好了 接下来要有请的第一位小伙子会是谁呢 这位小伙子来自吉林长春 小伙子说呀 上这个节目找对象太磨叽了 导演磨叽 拍片磨叽 我们就是来参加这个节目 整个的过程都要磨叽死 就是他主材的 掌声有请 小伙出场 全场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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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能给你爱 东北爷们儿 这又是吧 要么有么 要么都让 大家好 我叫盖世泉 今年23岁 来自吉林长春 我的爱情宣言是小伙子 仨能起来不能停 亏过日子的小姐姐 咋对我都行 好 好 参加这个节目墨迹 墨迹 墨迹 两周多吧 两周 半个月了 二打月就这么墨迹 但是也能说明一点 说明啥 咱节目负责 咱节目负责 这假的 这话唠的 我刚想控诉一下 这节目的这么墨迹 你要这么反面理解 对 这是对你负责的 是吧 好吧 来看一下 我们这位小伙子 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米83个个头 我的爱好羽毛球 阳光运动大脚果 我的姑娘看看我 大家好 我叫盖志全 今年23岁 我老家在长城双龙 我家有一闪多地 还有一个2000平的 温石大棚 中的车离子 我这人最不愿墨迹 在汽车厂上班干了两年 就贴胶片的 左一个右一个的 太墨迹了 我出的这样也不喜欢墨迹 跟舅舅的女生 一件事翻来覆去的说 天天给我耳边唠叨 就像台上往上 说话总在一个频率上 多少有点感觉 有点磨叽 我现在跟朋友一起干装修公司 我觉得趁着我年轻 就应该多爽当多折腾 我现在在长村 有个105平的房子 车还没买 正口那个价证呢 来一会儿 这个挺好 你也好 那你这刚才挺逃的 上了开要灭我 然后 逗了逗了你 逗了逗了我 那个喜欢 哇哦 挺合适的 喜欢啥呀 这挺合牙子的呀 哪合牙呀 哪都合牙 我感觉那是真的 就说的全都是我 我那个挺成熟的 我也挺会过的 然后 俺家吧 过年啥呗 都是我做饭 我也挺吃假的 然后 其实我也挺抠的 就我对我自己有时候抠 然后对男朋友大方 嗯 然后 哎 白白白 不要有妄夫啊 好 好 好好好 你留意一下呗 好嘞 你瞅着点我 好好好 买电子 哎呀 哎呀 这家一家小高感觉了这是 来 切好听美丽 小伙你是不是撒了过头了 你要喜欢一个人 你首先得去了解一个人 嗯 那个 16号一直都在强调自己想找个大的 然后呢 他有时候也有点慢 那你要找 找那个什么 刚才你俩说要找大的吧 然后找这个沙朗的 你得往我这看 我才符合你那个标准 人家根本的择护标准就不在你身上 你得双向选择 你才能成功 所以你给他 他也不会选你的 这事我都敢断定 我敢跟你俩打赌 但你要给我 咱俩是不是或许就有点机会了 你告诉他你喜欢啥样呢 我要找一个比我小的五七八岁的小伙 然后呢 我来引导他的人生 我来引导他的人生 主要是啥呢 就在一个缘分天使 因为我关注他很久了 然后我也会留意你 那你这要有十六个缘分天使 你还一人给一个呢 能娶十六个媳妇 你还一下全取回去 慢慢了解嘛 你不得找个心仪 你得合适的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吧 不管以后咋整 你得知道 就是啥样的人适合你 对对 然后你往我这看看 好嘞好嘞 牛美丽说的是对的啊 接下来呢 这小伙都得做做功课 看看每个人都喜欢啥样的 是不是啊 来9号王畅 对吧 嗯 你在段片里面说 说我说话都有一个音调 那你意思说 就是我要故意找你毛病 然后找问题 给你提高音调 然后滔滔不绝地在这说 你就感觉就挺累劲的吧 嗯 没有啊 没有啊 哈哈哈哈 你意思说我说话慢吗 不是 我也不愿意听这个话 对吧 你还说那个短片里边说 你还说这磨叽那磨叽呢 那你先磨叽你 你还来找个箱干嘛呀 我看你最磨叽 是吗 没想到我 你还有这一面 对啊 对你两下子 不知道什么叫音调稿 我图了 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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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脾气好的吧 你非得像老虎屁股 他摸摸摸摸摸摸两下 人家确实激动了 啊 可以这样的呀 是不是 人脾气不好的 10号 11号呢吧 就说哎呀 你俩天到天了 是吧 你俩也有温柔的一面 所以就轻易给姑娘下定义 好 来看一下小伙第二个短片 回来之后 我们再继续交流 我不接受太能做的 俩人在一起 就应该替对方着想一点 我这人不咋愿生气 有啥事咱俩商量来吧 如果你真生气了 我也会哄你 不管是谁对谁做 我都会先道歉 买点东西啥的 还是比较有仪式感的 我喜欢强势一点女生 因为我喜欢你能管着我 我没有啥脾气 你管着我我心里特别有安全感 感觉你在乎我 但是不能命令我 俩人在一起 没有谁对谁做 就看感情到不到位 来 四号墨江 三号你好 我看你说 你喜欢强势一点的女朋友 喜欢能管住你 大家喜欢能管住你 为什么喜欢能管住我的 因为我自己管不住我自己 我总愿出去玩 有很多女生表达 我只能把阿姨的方式 她不是管着你 她只是默默地在关心你 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性 对 我可以 比如这个大冬天 现在我就特别不愿意穿球裤 然后 那我也得说说你 你会咋说呀 我就说 那不行啊 那外面这么冷 得把那个球裤刷上啊 要不就变熟去了 停了 我是感觉到你这个关心的 但是我就是不愿意穿 那就不变熟去了 别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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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阿姨也得笑成这样呢 春天这么来了吗 啥真的 我也挺乖心人的啊 那种啊 她没穿球裤 你早晚今天出去留着留着呗 行 那你今天把球裤穿上呗 外边怪冷呗 不行 拒绝不了啊 那一会儿我也把球裤穿一下 好嘞好嘞 这种算管吗 算管吗 算管吗 算关心 我也能管着她 那你出去玩了太晚了 第二天上班 那不得困吗 然后你早点回来呗 回来陪陪我呗 强硬点内容管 你能不能回来 快晚了 明天还得上班呢 能能的 行 又是大门家 16号老秦 假如大门 模拟一下 就是你没穿棉裤的一个事啊 行吗 行 都没到棉裤那层呢 是秋裤 那都先棉裤修裤吧 那个你穿秋裤了吗 错了 你脱了 要是人不对 我这边就没穿 我就得关心一下 他想互动 没有用 把话堵死了 就这一刻 那你穿俩的衣服今天穿多大 我也觉得 你想着我就下台的节奏嘛 我就打的 你把话给我堵死了 你就压根不想让我关心你呗 没有啊 是不用你去关心 我自己就是 会去关心自己 包括关心你 那意思你不关心1号呗 关心16号 不关心1号呗 哎呀 这有看热闹不行事大的 那你要得是关心1号 还是关心16号 你现在说一说 说说吧 你好好说说 要不1号 16号 10号11号 你俩来当主持人来了 啊 没有没有 哎呀妈 这家自己的事都不管 你修他务他 我来说 你说你说你 你管是 你看 关键是我听得挺生气 他跟那个2跟1号 互动得挺好的 完了之后呢 回头又要关心16号 你到底是关心1号 还是关心16号 你们两个一起关心 都凌走得了呗 对 我关心你 哈哈哈 啥人了你 这1号 10号11号16号的 你找个意思呢 你都想关系 还有10号 都关系 没话了 我特别想说 你看10号11号 俩刚才多厉害 但是只要男人话给到位了 我关心你 我也关心你 你看他俩 没话了 都是没话了 对 男人面对女人无理取闹的时候 只需要说一句软和话 我关心你 我在乎你 我呵护你 我是爱你的 就可以了 你很重要 对吧 你看23岁小伙 真是很难得 现在是厂商1号 灯亮着 来 你确实不错 然后也挺 就是挺好的性格 但是真不合适 真的 我还是想跟16号表白一下 我们先把16号 先掌声有请出来 来 有请 就是我的宝秘链 我就是你的宝秘链 我要长个大面子来 骗我一辈 相信爱 努力 爱 期待 爱 我想跟你谈恋爱 你是之前关注老秦的节目关注很久了是吗 对 通过什么样的细节留意到这个姑娘了呢 通过她那次那个奇小抠吗 有名 然后就一直关注 别的小伙都说太抠了 跟她要结婚了之后日子不好过呀 您花钱太少了 你咋看 当然我想法不一样 我想的啥呢 这就是正经过日人 23岁小伙 能管住钱 能管住钱 对 而且你这想法挺成熟 除了秦小抠的这个特点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你留意到的 也挺欣赏的地方 就是她的笑 她笑起来最好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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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去拿董事吗 好来来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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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节目 啊 3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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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用心啊 这个是礼物树 然后冬天了嘛 然后想给他整点吃的 然后整个冬天保暖的东西 哎呦 这小帽 哎呀 棉花糖啊 然后还有薯片 还有薯片 这个上面是什么 给我们大家讲的 这个秦小抠不一直 就是不愿意 那个画解卡的吗 有了这个 就是我就是他的钱包 哇 就是 只要跟你在一起 所有的单都是你买单 是这样吗 对 盖世权 免单卡 VIP 最重要的是背面 秦小抠专用 怎么着他专用的 然后免单卡的 你说说 留个电话 给我打电话 我就回去给他买单 处处给买单 对 感动了 感动 肯定感动了 这把肯定感动了 我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啊 好吧 来来去拿那个东西吧 谢谢谢谢 谢谢 这个呢就是 视频上总发时日常 我现头就是翻视频说 我就知道时日常 但我不知道什么含义 然后我上网查了 原来是时常想你 我这个送给你 哇 哇 你看看 现在菜花都不浪漫了 太生产了 啊 秦小抠 你愿意跟我走吗 秦小抠 你愿意跟我走吗 秦小抠不一直 你觉得就是不愿意 那个化钱啥的吗 这就是正经过日人 我就是他的钱包 时常想你 我这个送给你 其实戏里头挺乱的 就是可能说 我这人是最成熟的一个认知 以前是就是 可能说就是在年龄 我过来 我真的不想看 其实是这个 你觉得我没有想看 那些人是什么 你怎么看 我看你的 你我看的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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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杨范说最喜欢看男人怎么在来着 喝多了那种 就是可爱的那树 对 男的喝多了他有的时候可可爱了 喝的差不多 刚那种到劲了 有的时候喝酒都有一个劲 到一个顶点的时候吧 他就 媳妇给他给你撒娇 撒娇那树是最可爱的 但是别无马长枪呢 打媳妇就不行了 好吧 来看一下小伙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二十几岁的男人 没有什么比努力赚钱更让人心安理得的事情了 22岁退伍回长春 我就想着怎么挣钱 从第一份工作送货司机到现在7年的时间 我在长春全款买了140平的房子 全款车还有存款 我现在是做通讯公司的业务经理 具体就是和下边手艺店合作 长春有2300家的手机门店 都是从我这拿货的 我喜欢开朗的 knight手艺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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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我跟人掙多少錢沒有觀念 你看你一個月掙兩三萬 我一月掙三四千 那活我得更老了 價錢價錢穿一十萬對不對 誰幹得多誰幹得少 這麼取決 我感覺就是像大夥過日子一樣 就我也不喜歡 不是拿錢來衡量 誰幹活 誰不幹活 那一晚有啥衡量的 兩人在一起 也不是為了錢而在一起 在你看來 兩口子過日子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我是這樣認為的 就是可能我在外邊一天 我忙著想著怎麼賺錢 我其實我心裡挺累的 但是我希望我回到家裡 能有個人給我做一口飯 然後我累了 我不想洗衣服的時候 有人能把衣服洗好了 掛在櫃子裡然後能穿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生活 因為男女嘛 男的做男的的事情 女的做女的的事情 我是這樣認為的 結婚是兩個人的事情 對吧 對 你就說你結婚了 你只滿足了你自己的需求 說我我掙錢 我為了工作 我為了事業 然後我掙錢養家 然後你就得伺候我 這是你自己的需求 對吧 但是你可沒考慮到 對方的那個需求是什麼 你要有一種概念 你掙三萬塊錢 你是為這個家奔波了 真找一個願意在家裡 幹家務的姑娘 她在家裡為這個家做飯 然後做家務 為這個家裡裡裡外外張了 她也有她的價值 你掙三萬和她不掙錢 你們倆的價值是一樣的 是的 你們是平等的 對的 這個是特別重要的 而不是誰掙錢多 誰不用幹活 對吧 這個是不平等 來看一下李霍哲第二部短片 結婚不一定為了幸福 但離婚一定是 我和我前妻是閃婚 認識兩個月的時候 就偷偷拿著身份證 呼呼本去領證了 我倆在一起算是她主動的 剛開始她對我挺好的 生完孩子 她覺得跟我過日子 沒意思 壓抑 後來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 我提出了離婚 離婚的時候孩子只有八個月 當時父母也不知道 這段婚姻總結我的原因 可能就是因為 我平時工作太忙了 從來都是缺錢給錢 要500給1000 要1000給2000 她可能早已經習慣了 我對她的這種好 我還嘴笨 平時也不會照顧她的情緒 我挺欣賞台上10號的 她能有勇氣站在台上 生活總是要向前看 誰都有權去追求幸福 希望我們這樣的人 能早一點遇到下一個幸福 10號老爺太太 客人 你看我溫柔吧 挺溫柔的 挺溫柔的 對 小伙一說 最有些人我覺得心跳苦快了 然後今天這個穿的衣服也挺搭的 你說她穿的衣服挺搭的 對 我那個她的紅我 這個這啥嘛 我倆 你倆搭呀 真的 是 等我下一個了 燕姐 我下一個了 我好像也攔不住你 下一個了 來吧 來吧 就是我的包米粒 就是你的包米粒 我要長得淡定 只要留一杯 相信愛 努力 愛 期待 我心裡 這個我看了 你第一個短拍超級舉手 一直舉到現在 我心突如的 你別看我現在挺淡定的 心跳跳得快 舒嬅有點得分 謝謝 你現在給我經個禮 這個互動過後的 現在感覺怎麼樣 感覺就是來點小酒 我就攪著這個有點 那想說差點酒 差點酒 咱們都 你小伙子都說短片 括括炫這 那我必須展示一下 咋的 就是他就想找個 能喝點小酒 哎呀 我展示一下了嗎 展示一下 那喝 行 重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來吧 來了 拿上來了 哎呀 你敢拿著老多呢 好啊 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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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們倆功夫真不一樣的 哎呀 謝謝 杯中酒 沒想到 這香香氣還必須得拿酒 杯中酒酒容情 卑微喝出真感情 你知道我們喝的是什麼酒嗎 水花乾皮 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覺得我們喝的是什麼酒 喝的是 我跳的是 200 Jay 一票 arriver whit f 你好 你去看著 開玩笑 沒有 就是 你看不了 你來 product 真 Jac 真是很 真是很厉害 通过喝酒能看出来 绝对是实现的 好总 是吧 喜欢斌哥哥 对 一听斌哥哥还喜欢 能喝点小酒的 马上下来还互动就喝点小酒 是这个意思 对 表现一下自己 表现一下 好 好 谢谢 谢谢老刘太太 谢谢 我刚才在短片里面听你说 其实你挺钦佩 10号姑娘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 你觉得挺不容易的是吗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 就是从那个结婚 然后到生孩子 这个过程就分为了两段 突然的就离婚了 能从这个感情里走出来 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离婚应该是三 四年了 然后在孩子六月的时候离婚 然后我就出去工作了嘛 不好意思 就是 就是我那时候年龄小 然后家里人也不同意 让我俩在一起 但是我那时候就坚定 说我跟你在一起过日子 不要说看别人怎么想 但我感觉就两个人在一起 只要心在一起 但日子不可能不过好的 然后就涉及到离婚嘛 离婚是他提的 我都没提离婚 就是我每一天 从早上到晚上 我一直都在工作 我一直都在工作 因为我不想说 让自己有一点时间的时候 我就想这件事 孩子还那么小 那时候多大 我那时候二十一 二十一岁 对 就已经当妈妈了 然后你已经意识到责任了 虽然非常痛苦 但是你用工作来 来麻痹自己 然后呢也想到了 要为孩子去做更多更多的母 对 我觉得离婚不可怕 可怕是 就是一定要给孩子一个 特别多的母爱 你当初跟你前夫结婚的时候 家里也是不同意的是吗 对 家里面有一个人同意 你现在再回想一下 如果你再回到之前 会怎么做呢 我感觉我会听我父母的话吧 对 就是父母他永远不会骗你的 我是这样想的 我是这样想的 场上 十号老刘太太的灯还亮着 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 就是有共同点 因为我们都离婚 但是我觉得 我 我们两个不太适合 我祝你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 嗯 谢谢你 然后我也祝你 早日就是过去的事 就是过去了 咱们不要去想了 就是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所有过去的事 那都是一种快乐的事 因为没有过去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们就不会成长 对 说得非常好 非常好 啊 刚才看到你们两个的这个对话 觉得是充满力量的 并且你还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力量 所以特别感谢两位 好吧 那我们掌声送别小伙 加油 有多少人在空气街头转身而散 还是能拥抱 总是能要担担 安全的放心的祥语998 农民夸赞出来的好品种 放心肿放心中 本栏目由红翔种页冠名播出 感谢珍珍的大力支持 珍珍荔枝三十载 传承经典荔枝味荔枝还是珍珍好 要对象别上火 扫码报名来找我 单身男女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键报名全程热烈 不会用手机的老人 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 可以拨打 原份热线0431-8890-1890 我们在长春等着你 接下来我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小伙 这位小伙来自吉林长春 据说呀 这个小伙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的人 他说了 本来呀 这找不着对象就挺丢面的 结果呢 还上节目找对象 这上节目找对象就更没面了 就这么一系列没面的事 小伙还是硬着头皮 来到现场了 来我们掌声有请小伙出场 全程热烈 东北爷们就是吧 大家好我叫王旭 来自吉林长村 今年35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35岁小哥 找对象属属坎 麻烦各位美女帮帮忙 不要放离场的小哥 确实啊 现在就惦记了好多男嘉宾都说 那个离场的歌一起啊 内心就沧桑又悲凉 对吧 所以今天我们尽量争取是牵手成功的欢快的歌曲 好吧 来看一下灭灯的16号老秦 你好小伙 为啥灭我呀 因为你说你太抠了 我这么大方的人 我感觉咱俩不太合适 我好像请我那个朋友啥吃饭 我感觉你都得心疼 你请你朋友吃饭我心疼啥 你不怕我钱我心疼啥 万一在一起呢 我在一起我的钱就是都是我的对象的了 我俩成为两口那我心疼 哈哈哈哈 那不行 对啊 那不行 肯定你心疼啊 那缘分天使给谁9号 王岔 啊 男嘉宾为什么把缘分天使给我了 你这个微商啊 我也算是做微商的吧 就是你做的再成功 在那个外人眼里你也是个玩手机的 可以说感同身受一点 哈哈哈 你是你是他做的再好他也是个玩手机的 就在不了解他的人眼中 我也属于是半达未尚 你们俩从工作性质上有点像 那你你对他有没有好感呢 这个很重要 给缘分天使的一定是最有好感的这一个 嗯也挺有好感的觉得挺文静的 哎呀妈终于收到点了 刚才说的那些我都有点紧张啊 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位35岁的小孩 大家好我叫王旭 朋友都叫王大旭 土生土长长存人 今年35岁了 我现在有一家网络科技公司 主要是做银联抛子机的推卧 每个月收入2万左右 我今年35了 所以我带着100%的诚意来找对象的 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哎妈太紧张了 要说我这个人有什么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耗面 因为耗面从小到大我就不允许自己比别人差 我怕别人在背后议论我 每次跟朋友吃饭 从来都是我抢的 只要是花钱的地方 我从不插身 基本每个月最大的花销都用来买单了 也是因为耗面 朋友向我借钱我从不会拒绝 三千五千一万两万的 借完还不还 我还不好一直要 到现在借多少钱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还是因为耗面 我长这么大就没追过女孩 现在谁一问我没对象 我这是脸老挂不住伞的老磕上了 看我介绍了吧 是一个贼耗面的一个小伙 找不着对象就挺没面的了 是不是 嗯对的 那上节目来找对象 嗯也挺没面 也挺没面 好 来14号 杨沫 你好 杨沫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刚才在那个短片里说你挺好面的 除了就是花钱这方面 好面 买单好面 还有什么好面的地方 我看我能不能接受你 追女孩子比较好面 从小到大也没追过什么女孩 嗯 就感觉被人拒绝 感觉挺那啥的 就不是舔狗的 天天我想给你拿一杯奶茶呀 我想给你点这个呀 就拿不下来脸是吧 不好意思 对对对 从来没追过女孩 都是女孩 就是你之前出的对象 都是女孩追你的是吗 也不属于 就属于自然而然的 就在一起了 嗯 嗯 可能是 不追女孩的原因就是怕拒绝 因为我30多了嘛 验子姐 因为现在的追女孩 跟我们的时代不一样 咋不一样呢 说说 我们20多岁的时候呢 就是友情淫水宝 只要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什么都可以 对对对 现在呢 现在的怎么不打手 刚加微信就要红包了 哈哈哈哈 是吗 那都这样吗 要不就是 会说一些小牌子 在什么什么小牌子商场 比如说约会啊 在什么小牌小牌等我 啊 完了他说 就那个牌你都不知道 你啥你也不是 哎呀 就是这牌那牌子 其实嗯 那个人 你欠了很多钱 也什么呢 就哪个 那个姑娘 对 下了很多钱 下了很多机会 啊 身上还有很多牌子 我还天天注意什么 告诉我什么小资生活 我不懂什么小资 我跟他说 我就是大佬生活 小资你不懂 不懂 大佬生活 那你能接受的是啥样的 你说说 不太图意那个东西 那种 但是吧 我的女朋友 我是不能可 说啥也不能 比她任何人刺的 哦 那比我身边而四 那我多没面子 对 对 哎 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啊 好 来看一下小伙 第二个短片 回到最后做交流 我是爱面子 人钱风光了 但我也承认 我活得累啊 因为父亲去世日早 所以我跟我母亲长大 我怕我比别人矮一头 我怕被伤害议论 所以我干什么都要面子 只要看起来很强大就行 但有时候我也挺自卑的 我跟我妈一起生活 她现在自己开一个理发店 每个月挣几千块钱 也够她自己花的 我妈对儿媳妇好 都没啥说的 我儿媳妇就是我姑娘 我以后能好好对待她 我现在整个店 她俩没什么负担 我还能帮她带孩子 以后来到我家就会相复 最后我想说 因为工作原因 每天很多客户 会给我发消息 肯定有男也有女 咱就别揪的这个事不放 觉得我跟人怎么地了 来 我叫马卓 先做一下给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马卓 然后今年28岁 来自吉林农湾 我的爱情血缘是 和我牵手 家风要好 与公婆同住 幸福到老 然后我看短片里你说 你是单亲家庭 然后我觉得阿姨自己一个人 把你拉扯这么大 真的非常不容易 然后其实我个人这边的话 我在17年的时候 也成为了单亲家庭的孩子 我在16年出来上班 但是只有半年的时间 我妈妈病了 然后我就辞职 然后回家照顾了我妈半年 但是没有好转 然后最后还是 在我生日的那天离开了 所以说 每次 就是从我妈去世之后到现在 我基本都是不过生日的 因为每到这个时候 真的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说 其实自卑的话 我们觉得 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自强 自立一些 你也要加油 因为你现在其实拥有的 也都是自己奋斗来的 然后和母亲一起 真的挺幸福的 谢谢 加油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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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幸福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也是有权力被爱和爱别人的 好 好 12号王杰 小伙你好 然后我叫王杰 今年是33岁 你看咱俩年龄是差不多少的 然后我看你短片吧 我感觉你这人其实是挺要强的 我看你有买的全款车 有买的全款房子啥的 然后咱俩这一点就挺像的 因为我这两年就是 过年我都不会家 我就心想我多挣点钱 然后之后 有个人样的咱再回去那种 然后就是我觉得咱们把 岁数大的没有对象吧 就没有啥丢人的 因为你像有的人他就是成熟版 他创业的话 不是说一下就能起来的 你得要奋斗几年 所以说那你奋斗这几年 有可能就是在30左右岁的时候 那你一晃 你有可能就33 35了 对不对 你得自信一点 因为我一直在留意他们 因为我俩年龄差不多了 对对对 我现在你看要差不多少 就挺好的嘛 他怎么就不自信呢 你看我这大岁 我都在这种站子了 对不对 爱灭也灭挺多次的了 但是你得大方点 没事咱们除了年龄大点 那还有啥毛病吗 再说咱们年龄大点 咱也会照顾人 对不对 咱该有的也都有 咱长得还年轻 你拍啥去 对 说的还真是 好 谢谢 对 确实不像35 对 王杰现在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是 我现在是有两个房子 然后一个车还开了一个店 都是全款的 我房子不是 房子是贷款的 已经很厉害了 好 看一下台上3号 欧宇南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欧宇南 来自吉林松源 今年28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小欧老师来找对象 活泼开朗 带点倔强 找个小伙必须像样 好 来 3号有什么想问的 你好 男嘉宾 因为我看你刚才说 你好 你这边比较好面子嘛 我想问一下 你对女朋友的外形 有没有什么要求 因为你就觉得说 领处有面什么的这种 有吗 没有 现在没有 就是人好就行 就是如果说我看你手机了 然后我就会可能 看一下聊天记录 我就问你这个人是谁 就是你会嫌烦吗 你就正常问问 正常那什么就好 好 欧南对小伙的印象怎么样 整体的话还挺好的 但是我其实是喜欢那种 成熟稳重的 但是我感觉这 我感觉他有点就是 不光是成熟稳重的 就甚至有点梗的 就说话什么的这种 是因为紧张吗 就是他说的这种 有点紧张 梗吗 就是我感觉 我说话我一直在看着他 然后他都不看我 就在那看天花板了 看着他 紧张 我怕手头不好意思 因为我本身 我自己年龄是28岁 然后我还比较喜欢 比我大一些的 就是可能遇到这个年龄呢 还有各方面都比较 合适的可能不太好碰 然后我就是 本来真的挺中医男嘉宾的 但是我每次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都往那边看 我就想可能他心里的那人在那边 啊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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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觉得爱情吧 就是可能是双向奔赴的 就是我喜欢的这个人 我希望他也一样是很喜欢我的 如果说他心里没在我这儿 那我肯定也不能跟他走 嗯 三号都以为你心不在他那儿 而你只是眼神不在他那儿 但你的眼神不在他那儿 就会让别人错以为你的心都不在他那儿 对吧 那现在是唱 啊 你花总说 最后又不紧张 啊 来电了 这回咱 来电了 刚来电了 从一开始你站在那儿到现在 你就始终感觉你人是站在那儿 灵魂没在那儿 好像你的灵魂藏在这个 这个录制棚某个角落里 在偷偷看着 他的灵 对 他的灵魂一定是在对面 看他怎么表现 嗯 是这样的 对 另外一个我的话 不在你这儿 不在你身上 所以我们没有这些女孩子没感到存在感 对吧 真正的面子是一个人的内在 也就是勇于表达自己 放弃你所谓那个色字 不好意思 你刚才说了 玩手机的 没有啥手机 任正非是玩手机的 是吧 人玩了一倍手机 几千亿资产是吧 所以说 我觉得 永远不要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是最大的没面子 谢谢 今天绝对有面子啊 绝对有面子 好吧 别给自己这样的定义 掌声送给小伙 加油 谢谢老师 加油 有多少人在红旗 街头转身的脏 开始的拥抱 总是难养满满 再结尾去承招 你呀 没有对象别上火 扫码报名来找我 单身男女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键报名全程热练 不会用手机的老人 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 可以拨打原份热线 是04318901890 我们在长春等着你 接下来有请的是 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小伙 这位小伙来自吉林长春 他说了 他上节目呀 就是因为找对象 不能再用那些歪门邪道的方法了 也不知道之前用过上方法 反正呢 现在是不能用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掌声有请 小伙去唱 全程热练 东北爷们儿 之五十八 幽默幽默 夭壮夭壮夭壮 心胸惯慌 好勤慌张 终干一阵下谷柔掌 怕东北爷们儿 最大浪的墙 不过都让火海都敢闻一闯 要是欺骗我 你就妈的痛快 全程热练舞台 我再跟你来 东北爷们儿 就是吧 幽默幽默 脚上脚上 心胸惯 大家好 我叫米文杨 来自吉林长春 今年三十一岁 我在 越来越来越多了 北儿 你 靠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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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我哥们说我找不到对象的原因就是我说话不会带勾容易破坏戏份 我是个不懂女生心思的直男一跟女生唠嗑我总愿意跑个人问底拦不住 干啥去了跟怎样实际上我是没话找话 但是招人烦女生都喜欢男生是文字上的流氓 现实现实中有些人呢就是我个人做不住的论o氛 我 role in 杨茜茜 是自己秀男吗 这次上节目 希望哪位女嘉宾 能把我从苦海东解救出来吧 来 视网号四部女孩 小伙你好 你好 我对你挺感兴趣的 然后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的工作是在国企上班 然后做业务的 然后呢 目前也有自己有房子有车 然后都是靠自己挣来的 我在短片里有看到说 你平时跟女生不太会聊天什么 我是一个就特别会谈恋爱 和特别会聊天的人 那这样这样这样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 咱也不上饭店了 你不经常上饭店吗 是吧 你俩现在在咖啡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唐若新 我们这是文杨 两个人 你们两个先交流一下吧 来吧 那我开个头吧 我说帅哥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呀 你好 就你好呀 夸我两句 你长得真漂亮 我只有这一个优点吗 没事咱们多见 然后我就会问我朋友下一一开咋说 就是你只要在手机上聊 那两个人真面对面呢 那我接下来会问你多大呀 对 你现在说说 你问吧 就你好美女 然后你多大呀 我26 哦 你有对下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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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哭着下台 近距离跟行伙接触 这越唠越跑边的 浓眉大眼 你哪看着我浓眉的 比喻嘛 这是说 这爱情的小白 今天到底能不能白来呢 咱一会儿看啊 有对下美呢 你有对下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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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要是有对下 我能跟你相信吗 我刚刚跟你俩介绍完 我能把一个有对下美呢 接受给你呢 你也能解释什么样的人品啊 是 明白了 明白了 美女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啊 你的样的 哇 那个 你是个疯狂在转 你说我身边怎么没有个残梦呢 接了咋接 接 接 那你喜欢我哪一点呢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为什么每一次问他问题的时候 你都跟施朗诵一讲 你喜欢我哪一点呢 不敢直视了 为什么呢 来 唐世新下来来 掌声有请 咖啡馆有点大 是吧 1500瓶的咖啡馆 那俩人都是 美女你喜欢我什么呀 对吧 都得这么聊 这行了 这近距离了 你躲那狼眼咖啡馆 咖啡馆啊 给介绍完了啊 好的 没有对象的 好的 对 来 可以了 来吧 小哥哥 我觉得你太可爱了 你只是在旁边可爱呢 我觉得 小伙 其实你应该更主重一点 我教你一个诀窍 你就是 发现唐世新身上的一个优点 或者是几个优点 然后你描述出来 你试一下 不许说体重啊 优点嘛 挺多的 浓眉大眼 你哪看着我浓眉的 这比喻嘛 这比喻嘛 这是说 我从 因为 非常好 找出来就好 那边有点像 很像 继续非常好 说 外观上呢 是瞅着特别好看 真的认真在找我 那你对我心动吗 有一点点嘛 因为可能说了解的 好像不够多了 好 如果今天没牵手成功 你接下来出去相亲 别吃饭 那些钱百花了 明白吗 对 因为吃饭是升华情感 你连喝都没老明白呢 你咋升华呀 对不对 对 我一般相信都去公园 如果要是觉得不行的话 饭就不吃 你看看 你看这部分多好 冬天怎么办呀 冬天怎么办呀 来问你呢 来问你呢 冬天也去公园 室内公园 去商场 冬天去商场 不买东西 不买东西 咱找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小伙多可爱 他一定就是觉得 看所有的相亲 不都得吃饭 看那眼 消费吗 不是这个才能找到真爱的 花钱越多 可能哭了越大 你看这姑娘可爱吧 缘分天使就送了 咋的来 冬天使得送了 那么拎着多费劲啊 是吗 这时候不表现 啥时候表现呢 替我拿着 你手上啊 这小白送缘分天使 这都不会说点好听这话啊 他就这么不会落客的小伙 人家私部女孩 还真就相忠了呢 而且是两个故事给留等着 最后露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缘分现实你先替我拿着 行 我替你拿着 我替你拿着 互动的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我觉得挺可爱的 虽然说很直吧 但是其实跟这样的人沟通起来更不累 好好把握住机会 接下来好好表现自己 来 谢谢 好好把握住机会 好的 来 十四号 杨沫尔 你好小伙我叫杨沫尔 来自吉林四平 今年29岁 我的爱情渲染是碎嘴主播没对象 感觉的小伙我看不上 然后我在短片里看见你那个 跟人家聊天 聊得挺直接啊 然后我就喜欢这种直呢 我不喜欢那种磨磨叽叽 然后给你画大饼 给你画言巧语的那种 就是你有啥就说啥 我喜欢这种的 就是留意留意我 我就这意思 好的 场上两位 十四号杨沫 十五号唐若馨 两位姑娘的灯亮者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两位出场 有请 杨沫刚才就看 他跟其他的女孩互动啊 最后露死神手还不知道呢 好 没准就跟我走了呢 哎呀 啊 你看我最自信的女孩 确实啊 很好 来点个赞 那文杨问一个问题吧 问两个姑娘 就是说一直为我留灯这么长时间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 可能说我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发光点 就是你认为可能说 你能看上我身身的哪一点值得你 就是特别喜欢 我就喜欢他实实在在这个劲儿 好 对 来 方正欣 喜欢他的简单 然后包括还有很多可爱的地方 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 如果说想要选择另一半的话 就是像 就可以看跟他能不能做朋友 或者说相处舒不舒服 我在他身上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 就是未来可能说 有很多事情 我们是需要去经历 去需要这个回归平淡 然后所以说呢 我在他身上就能看到 即便是我们没有那些 轰轰烈烈的感情之后 我们相处起来也会很愉快 然后包括他身上有一些 就是特别幽默的那种气质 我挺喜欢的 来我们五秒钟倒数计时之后 看看我们小伙子走到哪位女孩的面前 大家一起来 五 四 三 二 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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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杨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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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平淡是你 我好幸福 你 鱼子是你 不光所自 也是你